中国电影! 王思聪说出了冯小刚不敢说的话,我又不怕得罪人。 如果你只看到王思聪的一次又一次公然开思,那么你就错了,因为王思聪不致力于任何一次吐槽,他只是在守卫自己的道理。 很多人都没想到王思聪会把自己的炮对准中国电影,一翻拉平之后你会见到不一样的王思聪,王思聪对中国电影的思考或许比很多导演都还要深刻。 还记得冯小刚对中国电影市场那一番血腥的点评吗?敢直言现在的垃圾群众和垃圾电影现象,冯小刚的见解的却不一般。 但即使是这样,冯小刚也没敢指名道性地吐槽谁谁谁毕竟作为一名导演,炮空同行的事可不是谁都做得来的。 对于中国电影,冯小刚没说完,王思聪也有话说,反而抵冯小刚的见解和言论更为深刻。 当要吐槽电影的时候,王思聪坦言,说这种话会得罪人。 随后神捕刀说了一句,我又不怕得罪人。 可见王思聪并不介意得罪圈内人士,还是一吐为快吧。 还记得被很多人捧臭脚的电影秀春刀吗?王思聪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,坐在马桶上或者飞机上,实在没事干会点开去看看。 这个回答真的好尴尬。 然而接下来,王思聪又称自己对王家卫的一代宗师,王思聪认为这部电影不符合自己的期待,效果很一般。 其实这并不是王思聪第一次对著电影《疯狂吐槽》了,之前的他就经常在微博上各种吐槽新电影。 其实王思聪是一个在电影行业上颇有想法的人,他坦言,现在的很多导演并不专业。 在王思聪看来,一个电影拍摄好几年显然是导演不够专业,导演一个人包揽各个环节的工作,充当制片人的做法也是不专业的,没有分工和计划显然也是不专业的。 从来没想过王思聪会对电影行业有这么多的关注,还对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用足了心思。 王思聪的吐槽剧剧在点上,很多话连有著小刚炮之称的冯小刚都不敢开口,果然王思聪就是不怕得罪人。